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片段脑海里就有了我们当时的画面 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我先为大家来朗读这个片段吧 突然狼群开始总攻 最西边的两条大狼在一条白薄白凶狼王的率领下 闪电般的冲向靠近黄羊群的一个突出山包 显然这是三面包围线的最后一个缺口 抢占这个山包包围圈就成形了 这一组狼的突然行动就像发出三枚全线出击的信号弹 别足近的狼群从草丛中一跃而起 从东西北三面向黄羊群猛冲 城镇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如此恐怖的战争进攻 人的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会齐声狂呼 冲啊杀 狗群在冲锋的时候也会狂犬乱吼 以壮升威以下敌胆 但这是胆虚或不自信的表现 而狼群冲锋却悄然无声 没有一声呐喊 没有一声狼嚎 可是在天地之间 人于动物眼里 心里和胆里 却都充满了史上最原始最残酷 最负盛名的恐怖 狼来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友情提示大家 年年夏日要多喝水 避免中暑 拜拜